你好 嗨 我是王瑞峰 我叫小白龙 叫小白龙就可以 对对 可以叫我solo solo 是母胎solo的solo 是那几个字 刚刚那个意思 明白明白 好 您和我想象中还有一点不一样呢 是吗 对对对 感觉整个人气质很文静 因为我搞音乐的 你搞音乐的 对 你还敢想象 我都不敢想象 就是不期待就不会失望 没有理解 但是还会有好奇 那你好奇是有什么好奇呢 比如说好奇什么年龄段 或者说是什么类型的女生 这个女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今天见面的地方是什么样的 这个人是 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等等 都会很好 会有预判吗 预判的会不会 你好 点菜 菜 菜 有什么忌口吗 我其实没有 我这个人就是什么都爱吃 有什么偏好吗 喜欢吃辣一点的 辣一点 你有什么偏好吗 我还好 不挑 但我不太能吃辣 哪里人 我内蒙 内蒙是个好地方呀 你可以吃青木瓜之类的这种东西吗 可以 没问题 你要一个泰式的青木瓜沙拉 你再点个肉菜 男生应该也爱吃肉吧 我吃的比较清淡一些 是因为音乐必须要 就是清淡空灵才可以吗 没有没有 只是最近比较清淡 那就春卷吧 虽然这是一顿晚饭 但我也是奔着吃饱饭的新派卖的 所以我要再加一个马来西亚虾仁炒饭 他们家拉茶好像挺好喝的 那就点 加个冰拉茶 你要吗 那就成二 成二 哇 现在这个场面有点超出我的预料 就是没有遇到过你这种类型的男生 让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开场 我是哪种类型 你觉得 这是我生活当中很少会接触到的类型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谢谢 我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我本来跟阿姨说 我说帮我包小一点 我说送男生太大的话 人家会不好意思 她说已经很小了 太感谢了 我这空着手来 没关系 我跟你说 我跟你解释一下这种话的来历 就是如果有下次呢 你就送我 如果没有下次呢 就当一份感谢礼物 谢谢您来 太客气 可以自己先说好 太客气 就摆在这儿 赏心悦目一下 对对对 回家得供下来 那倒不必 不必 因为我不知道你种不种花 就是我是特别喜欢种花的那种 就是郁金香它其实 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可以让我炫耀的地方 就是郁金香它分两种种球 一种叫五度球 一种叫自然球 自然球的话 它是不需要经历春化这个过程的 这个呢 这个的话就是它就是属于鲜切花 我也不知道它的来历是什么 但是五度球的话 它就是必须要经历春化 你要把这个种球放在一定寒冷的地方 度过了长时间的冷 然后再把它放到温暖的地方 它才会生长 对 这就是郁金香必须要春化 对 这就像人一样 人和人的感性也是一样 上上的人生哲理 这花我这继续得共享 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对对对 改善一下心情 就是音乐嘛 搞音乐的艺术家应该都喜欢鲜花吧 我猜如果花粉不过敏的话 对我一般都是在舞台上 是吗 那你是 因为演出完都会有人上来送一口装 这老师啊紧张我有点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平时是搞什么音乐的 我音乐的话古典音乐 那相当于现在的职业就是在做 你说职业的话就挺 我这边就是斜杠太多了 就是最怕别人问我干什么的 我算一个半职业乐手吧 嗯 然后之前是我有自己的乐团 主要在这些剧场Live House 演一些这个古典室内乐 也去做一些爵士乐的一些小演出 工作日我白天我是在银行上班 我还跳舞 我跳摇摆舞 就是她是 摇摆舞我知道 我也一直很感兴趣来的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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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一下我们的出所见面 嗨 搜到我小朋友第一次见面 就是你其实看不太熟我也跳舞 哈哈 你知道什么呢 我之前是学 那我猜的 你打死你也猜不到 芭蕾 啊你夸我有气质 不是 那是 王你就是最意想不到的 拉丁 那也不是咱身材没有那种 就是没有好的那种程度 那要跳民族舞 不要再往我有气质上夸来 换个别的 姑娘能学的应该不太多了吧 啊你这就是偏见哦 借舞 借舞 借舞还有好多分类呢 对啊 嗯 你是跳借舞吗 对我以前跳 我以前是B-Girl 啊 就跳Breaking的 看不出来吧 那你这个 你得小心点 但后来因为个子长太快了 嗯 然后你就发现地板动作做不了 老说啊 因为他不得就是更好专 那是从小学 嗯对学 然后放弃了之后就是学了一下爵士 嗯 后来就发现男孩子气更适合我一点 跳爵士舞的时候 总有一种就是 就是 女孩子穿 男孩子穿女装的感觉 让我就放弃了 哈哈 借舞这件事情本质上 我们说是 Passing 如果你不能获得快乐的话 嗯 他就只是一项运动而已 对对对对 没错 幸福快胜了 谢谢 快乐的干饭人 灰灰 connect 好清爽 你是不是来着先吃了 没有 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今天来也不是就为吃这顿饭的 你把我说得好不堪呀 挺好 开心 为什么开心啊 交付我人生新成就吧 那你突然想找女朋友的原因是啥呀 我觉得这事是这样 这事是一个随缘的事 找女朋友是肯定要找 但是这不是一个急事 但同时又不能说等你三十多 然后需要去成家 然后需要去结婚的时候 你再去想自己找伴侣的事 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这种着急的心态的话 可能会找到不合适的人 所以就是这事呢 你得去做 但是不用急 就是慢慢碰 规划的还挺细啊 随缘的事 那您今年多大呀 我是九五的 你九五 你猜我九几的呀 你猜我八几的呀 八几的 直接就干到八上去了 八八 八八 这么老吗 不是这么老 不能这么说 就是这么显成熟吗 有一种就是成熟女性的独特魅力吗 没有 没有你还敢往八八踩 吉利吗 八九的 我想八九 确实 就也就差了七八年吧 嗯 不多 嗯 不多差 虽然我身边八九的已经有俩孩子了 嗯 我是说你猜的 就是我说你猜的差了八九年吧 是吗 嗯 不是你不让我猜八几 八几年了 我让你猜八几你就猜八几 你咋 你今天怎么没有点主见呢 你们都老实你知道吗 根据你的观察您猜猜 重新猜猜 我觉得就是一九几 九几年的姑娘吧 九几 九六吧 啊 你真的很敏锐 我是九六的 是吧 我还说 哎 我说这保养的这么好 八几年了 我身边八几年的姐姐 都俩孩子 你们都被生活操劳的已经 确实啊 你看吃饱了 咱这就精力一下就起来了 有什么好奇的吗 好奇 没有 你看就是为什么不好奇是我觉得你会慢慢一点一点的会讲给我 我先看明白今天这顿饭啊 就是我不问你不说你不问我不说 没有 我今天是慢热性 我也是慢热性的人 你没看出来的 你没看出来的 那你要回家吗 回去了 北京不让出 家里不让进 周一刚把票退了 那真可惜 内蒙古的手抓痱让人吃不到 你是哪儿的人 我是西藏人 西藏人 西藏哪儿 你猜着 清啊 不是 那个拉萨 那种大城市我们就是一般就是就是就是过生日的时候才会去拉萨吃吃打餐的那种 西藏对于我的这种感觉来讲就像北京人对于内蒙一样都是充满神秘的 就看咱这种面肉桃花的样子就能猜到应该是灵芝吧 我下一个就想猜那 因为就知道这两地儿 你觉得灵芝怎么样 我也没去过 我爸是这么跟我讲的 你这确实啊 你谈过来啊吗 你觉得呢 我长这么大我叫搜了我真是母台搜了吗 那你这看人的眼光真的不行啊 咱这个口音听着想心到什么 你广告文案应该写的挺不错的是吧 对 我们就是创意型的人 咱们给点提示吧 这提示叫做谜底就在谜面上 你不会北京人吧 这么容易就猜到了吗 就差我把北京雅字递到你跟前 也可能是就是咱们这种 内敛啊 含蓄啊 腼腆的形象就和北京大妞 它不是太相符 对吗 这确实猜不到很正常吗 能理解 你知道吗 从前到现在 人家严肃的外表终于 现在就像是冰雪融化一样 我跟你讲 我特别慢热 我也很慢热 你总是不信 你来点饭吗 想要 对不起 确实有点能吃 咱这个饭量确实被他跟他摆着呢 能吃是好事 这也可以了 也不用像喂猪一样 别客气 可以了 可以了 心整客气的事 你就给我来个虾行吗 谢谢 今天来就发现啊 今天是碰上硬茬了 有吗 我也是你没有处理过的类型吗 你看怎么处理 你看哪种方式去处理 是有害化处理还是无害化处理吗 我是说当什么处理 当成交往对象处理呢 有遇到过这个吗 没处理过 那一般跟你交往的类型会是什么呀 我也挺好奇的 是那种必须要很主动的类型 就是主动去要求你跳舞那种类型吗 不会 就是在舞会上 这些姑娘在我的眼里呢 都是是这样的 我一看这 这是那个跳的不错 一看这 那是跳的差点意思 这个是跳特别好 我立不动的 这个是刚学的 因为我去舞会是跟他们可能目的不太一样 我主要去舞会就是 其实相当于是我去做一个练习 舞会对于我来说就是练习的 所以我一般去舞会很少社交 都是在跳 你热的话可以把衣服脱了没关系 我还好 这是比较凉 可能有些人去舞会就是为的是一个 就是快乐 为的是玩嘛 还有些人去了就是为的是社交 然后打开这些交际圈 我得到快乐方式跟别人就不太一样 我是特别享受那种自我提高的 然后那种乐趣 我轻易不做什么事 但我一做我就必须要做 我们两个特效拿极端 我就是什么我都喜欢玩一些 但是我不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一个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我明白 我明白你意思 但我就会比较偏执一些 然后对于尤其像对于艺术这些的就会有要求 那你怎么看待艺术家都是大渣男这件事呢 艺术家是渣男吗 啊你这个反问就用的真的很好 艺术家不是吗 我哪知道 你的感情尖密语 有被人骂过渣男吗 诚实啊 peace啊 诚实啊 我们来这里就是真实 有 是吧 有 你这种没有底线的事就不要说了 那就是忽略别人的感受 当时 你这就开始追问我的感情史了 你这话题转太快了 你也可以追问啊 咱们这很坦诚的 你随便追问 不是这个 如果真的谈恋爱的话 知道那么详细不太好 啊 会受伤是吧 嗯 前辈的教诲 那我应该通过哪些方面来了解你呢 其实像我那次 你知道说渣的那次的话 其实就是因为异地恋 异地恋会让你感觉到 没有安全感吗 也不是 怎么说呢 我叫solo哈 但是我不喜欢solo 不喜欢一个人呆着 因为不喜欢solo 所以我才叫solo 所以我在努力了解你啊 我现在就是拿着个小铲子 一点点往下做挖掘动作 嗯 你继续挖掘吗 继续挖掘 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你继续的 我看起来我要挖掘的话 你也得就是透露真实才可以啊 你想知道什么呢 其实也还好 不是跟你说嘛 我真的对人的好奇心 不会很强 那你可以研究研究 这道菜是怎么做的 那我今天是过来跟你约会的 不是过来吃菜的 我觉得这两个人了解啊 不能太刻意 顺其自然 不要太刻意地去 追问一些事情 对 到了一定的阶段 到了一定的时候去问 我觉得是合适的 那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封闭的人 他这辈子都不会和你讲 那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我为什么要跟他接触 我要跟他相处呢 那你跟人相处最开始是靠什么呢 靠吸引力吗 靠吸引力吗 我觉得这是要靠两个人的经历 让两个人在一起经历一些事 多一些牵绊 嗯 感情基础慢慢积累嘛 那感觉你是比较适合 早日走入婚姻殿堂的那种 哎 我还真的挺想 嗯 能感觉出来 像我是一个典型的巨蟹座 虽然我不懂星座 但是人们都这么说我 哇 你这是千年难得一遇的人才的朋友 为什么呢 主要是你知道巨蟹座和艺术家 都有共同的特性 渣是吗 哎 就是你不太想谈略的那个话题 不是不太想谈略 我又不理解为什么渣 我也没有接触过 我不知道 但这也许是一种偏见吧 你可以反驳这种偏见呀 嗯 我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就是 这种论点出来 可能就是 数据吧 是谁统计的呢 嗯 我觉得我还应该不渣吧 那你觉得你是个温暖的人吗 嗯 我是个温暖的人 但是 哎 我觉得这也不好说 就很复杂 你知道吗 温暖 什么算温暖 复杂这个词可真是有点复杂 对我这个小暖的观来讲 对我这个小暖的观来讲 温暖就是 嗯 比如说坐在同一张桌上 我在努力的温暖你 嗯 嗯 你感受到了吗 我感受到了 但是我没有感受到你的温暖 嗯 因为这个我觉得 这个人与人相处 其实是用此消彼长的关系 那开始 从现在开始我不说话了 那我可能话就会多了 那看来是我 对不起你啊 我话太多了 顺其自然就好 顺其自然就好 顺其自然确实是一种 就是逃避的 借口 它是逃避吗 我不觉得是逃避啊 顺其自然会让很多问题产生搁置 有些问题搁置着搁置着 这个问题自然就会消失不见 它并不是靠你的解决解决的 那跟我的顺其自然 不是一个顺其自然 嗯 我会去主动的去解决问题 所以你是一个遇到问题 会或者说喜欢主动解决问题的人吗 对 嗯 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而且我是一个理想主义的 体现在 体现在什么地方 体现在所有方面 你这些话说 说了等于没说 嗯 就像音乐一样 嗯 听到这段音乐 你要去感受它 你要去理解它 那每个人看待一件事物 听到一首旋律 所以它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呀 你是要有自己的理解在里面 嗯 所以就是你可以对我有自己的理解 对吧 我不会对人妄下判断的 你放心 哎 这一个好习惯 好 我现在开始手说话了 我相信你也感受到了 哈哈哈 气氛不要荡下来了 嗯 嗯 我们加点喝了吧 嗯 服务员 不能光烙啊 是不是干烙 我们加一些甜品 再加一些喝的 这个氛围咱得整点酒 突然这烙不下去 有点 我思考思考啊 对你能 我在压抑我的这个 这个兴奋的这个事情啊 你不用压抑 为了让你多说话 我真的牺牲太多了 我真的是 我是一个非常好的聆听者 嗯 我特别喜欢听 要克罗娜再要个 白开水吧 哈哈哈 这跟喝啤酒兑狗鸡 也没什么区别啊 嗯 过来杯不好茶吧 行 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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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嗯嗯 芝士蛋糕榴莲斑鸡 喜欢你喜欢 过来一份 过来一份 哇哦 哎呀 你平常喝酒多吗 你觉得呢 看着应该是挺多 那你猜猜我酒量有多少 我得蒸半箱匹的 哈哈哈 我谢谢你高看了 我就一瓶啤酒的量 哈哈哈 你是你是大绿棒子量的 还是小瓶的呀 咱们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人菜瘾还大 茶参文具多 就再来就说是我这种人 没有 多上几瓶了 嗯嗯 就说你们就是酒精能够 对解锁一些事情 但我觉得酒精有个坏事 那要看你能不能控制得住自己 对 但是大多数人控制 喝高之前就下桌 哈哈哈 有多少能做到 哈哈哈 那做不到他就是想迎接犯罪呀 嗯嗯 他就是不想拒绝诱惑呀 想拒绝诱惑的人 在他意识到自己高之前已经走了 没有人不知道负责是什么 只是看他想不想而已 哈哈哈 怎么 没事 挺有意思 让你意外了 那没有 就是你会突然间的严肃 让我觉得很 嗯 有妈妈 我觉得你这保持在一个就是 就是现在就是在一个 哆哆嗦嗦的状态里 上尾抽离 就会突然蹦出一些 特别严肃的观点或者话题 你以后让我现在啊 好像气氛又 僵硬住了 对 嗯 哇 谢谢 温水 喝水还是有助于 缓解心理压力 有什么压力啊 我给你压力了吗 嗯 哪方面 全方面 我这么厉害吗 哈哈哈 我这还是挺温柔挺随和的吧 你这就像是就是摁住我 懂得乱动 有吗 有 没有 没有 自己没有意识到吧 没有感觉到吧 没有意识到 我觉得我还挺温柔挺随和的一个人 但是好在是咱们就比较擅长自我调节 哈哈哈哈 是是是 没错 你调节非常道理 唉 唉 你平常听什么音乐 真的要说吗 嗯 说这话要伤人 除了古典我都听 哈哈哈哈 对啊 除了古典你主要听什么呀 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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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风格还行吧 我是因为我喜欢这种爵士乐摇滚乐 我才去 嗯 学这个舞蹈 摇滚就是躺着躺着走一步三回头 你说那是国标弹狗 啊 我我学的是那个阿根廷弹狗 嗯 它是算根源的 就是那个Flamingo 就那种 Flamingo是那种 然后阿根廷弹狗是阿根廷弹狗 它音乐它也不一样 嗯 不同的音乐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 嗯 对吧 你要是在夜店里 蹦起 蹦起 对吧 你身体的那是 对啊 你这样一种状态 那你要是说在Lindy 你完全全然给你的这种 音乐的感受 首先它是不一样的 嗯 那你身体的表达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要是从音乐去出发的话 两种音乐完全给你是两种不同的这种Bounce 那所以就是 比如说 你碰到了 嗯 喜欢或者心动的女生 你也会就是这么认真和细心地跟大家讲这些 你擅长的 雷目吗 我不是说因为有心动的女生 或者是怎么样我才去讲 我说但凡聊了这些话题 我说但凡对方感兴趣 对吧 我都会愿意去分享 嗯 嗯 当然心动的女生可能 嗯 她可能 哎不知道 不知道 嗯 嗯 面对一个心动的女生 我可能会更拘谨拘束一些 嗯 可能会更害羞一些 哈哈 那一跟朋友就无所谓了 哎 我我我这人对这种亲密关系非常慎重 嗯 我不会说随随便便很轻易的就开始一段亲密关系 我哪怕是有心动女生我也会去慢慢去了解 然后 那你觉得哪些事能够让你产生精神公正的地方 哎 这个这个问题 我我我这人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嗯 所以你让我让我列举的话这些 不用列举 完全是凭感觉一件事 嗯 有可能我在跟一个女生相处过程当中 聊一聊她的一个观点 而就会让我改变对她的一个印象 或者她突然就会很打动我 嗯 嗯 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瞬间 当然不仅仅是这个 就是说心动的女生 可能朋友之间也一样 那 那 感觉你是一个还挺自我的人 在你的世界里 你的自我设定了一些标准 如果这些女生和你的一些标准相匹配 或者相接近 那她就是你认为对的人 但如果她和你的标准 有一些差别 或者说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对你来讲 有那么一点点危险的信号 然后你会选择 Keep the stance 我跟Pong说 我说如果我遇到一个姑娘 她 不能接受我搞音乐 不能接受我跳舞 或者等等 那 这东西 我觉得也没得可再去深入接触 嗯 可能再好 是我不可以接受 对吧 就是某一个人我不去做我的音乐 对吧 不去做我喜欢的这些事情 嗯 你看 所以说现在你画烧了 我画就会多 对吧 就是一个词笑逼章 就是她要找一个平衡 就是她要找一个平衡 人就是很多元的 人是很复杂的 是 所以我就说你很庆幸 不然我怕就是太热烈的你 你招架不住 哈哈哈 嗯 我也很多元 很多面 我也不是说 就是你可能看我现在比较冷静 我也会有自己比较嗨的一面 嗯 嗯 但是会比较少 我是个很爱安静的人 看不太出来是吧 嗯 看不太出来 我是个特别喜欢安静的人 我可以在图书馆泡一天 嗯 就是不要有人跟我说话 就戴着耳机我就可以自己待一天 还有的话 就是去我熟悉的小寺庙里 坐着豆豆猫 待一天 就是都是这种 我所理解的安静就是 必须要在一个人的状态下 两个人也可以很安静的 对吧 看看电影啊 然后一起做做饭吃吃饭 可是中间需要交流 交流会有信息的产生啊 信息的产生就会有信息的交互 信息的交互 就会有信的动静 我觉得就是这么讲吧 你看我觉得现在也是一种很安静的状态 对 嗯 六在学习适应 学习就是适应 接受并且努力去尝试喜欢你 嗯 因为我把安静都留给一个 自己一个人了 所以我很少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 是安静的状态 我所指的那种安静可能 跟你指的那种安静不太一样 就你像我每天回家生活 我刚刚就是 回家就是练练琴 什么 就像挨个挨个拨的乐器练一遍 嗯 嗯 嗯 然后要不然就是在外面 跳跳舞上上课 我上课 我其实跳舞也很安静 那感觉你的安静里很少有放空的成分 你的安静都是 不能算是有目的吧 但是是有行为的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嗯 也会放空 嗯 我这人还是比较爱思考 嗯 嗯 因为人只有不说话 而我才在思考 所以我话很少 嗯 嗯 会有这样的时间 但是 不能一直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时间太不用了 我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嗯 比如说 处理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你给自己压力好大呀 嗯 毕竟我是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要做自己的事情 嗯 但是我不跟你讲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 我不太去考虑那些说 如果失败会怎么样 或者说如果怎么 就是这些太现实的问题 我会 有我的理想我就要去努力 我会觉得它能实现 嗯 比如说夸张一点说 一个百万富翁跟一个穷困潦倒的艺术家 嗯 我更希望说成为一个穷困潦倒的艺术家 嗯 我其实知道是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 嗯 但是我不甘于这种普通 不甘于这种平凡 嗯 所以我要去努力 而且我觉得我也 也做到了一部分 嗯 嗯 我起码有我自己的演出 我有我的乐团 我去做到自己的专场音乐会 嗯 我喜欢的东西吧 都是非常小众的东西 嗯 包括在音乐上一样 像我做这种过电视音乐 是一种很小众的形式 摇摆我也是一个很小众的舞蹈 嗯 按你中说 其实我可能潜意识里 会觉得这些事情 就能让自己 变得不一样 对 嗯 你看 认识新的朋友总能有些新的观点 嗯 嗯 茶跟啤酒挺大 谢谢 那我觉得你其实现在人生已经趋于饱和状态了 你是不是哪方面饱和你 比如说 嗯 其实比如说每个人都拥有自我嘛 你的这个自我程度已经很高了 嗯 他其实不太需要另外一个人的介入 或者说是 你不太需要跟另外一个人再分享你的灵魂的部分 嗯 目前现在这段是这样 对吧 对 能感觉出来 但是大家现在 现如今社会 大家不都是这样一种状态 尤其像一些成熟女性 嗯 也都不需要说找伴侣 自己也都过得很丰富 嗯 过得好 我觉得现在社会都是这个状态 我可能也是在向这个状态去努力 嗯 那怎么看来我是你前辈啊 那什么 怎么讲 呃 在这之前一直是一个坚持独身主义的人 能坚持了很多很多年 就是觉得好像自己一个人足够了 啊 真的 那你是舞台solo 啊我是solo 我确实是solo 看不出来是吧 看不出来 对看不出来 咱们就是那种嗯 魅力型女性 啊是 然后你会发现世界是不一样的 我朋友也是告诉我 你要有些拓展性 不要给自己受限 那我觉得今天结束 能给你有限的建议大概就是 我今天是来要建议的吗 哈哈哈哈 去尝尝尝 所以今天来你有收获吗 或者说有让你感受到一些什么吗 我觉得你这空想 嗯 有一种 就是超越年龄的一种城市 嗯 谢谢 然后你的性格我觉得非常好 确实一个 一个北京女孩的一个性格 嗯 我觉得是一个 嗯 非常好的一个姑娘 嗯 没有淡视吗 为什么要淡视呢 哈哈哈哈 那你觉得还有我下次见面吗 嗯 我觉得可以 离开饭桌 再有一些 嗯 其他的一些交流 跟互动 我觉得能 嗯 会对你认识的更全面一些 如果有下次见面的话 你觉得会有哪些 和今天不一样的局面呢 就是因为他未知的才有意思 那你这 我也不想做什么预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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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看我呢 嗯 因为我是那种就是用生命燃烧自育人 哈哈 对所以你这种类型的男生我确实第一次见 就是会有惊喜感 会觉得说是一个很不同 或者说是一个不太常见的男生的类型 然后我会变得很期待 听我失望了 哈哈 也不算失望吧 他可能更多的是让我看到了另一种状态的人格 像是把自己框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嗯 比起说是 失望 我可能会更多的有点心疼你 哈哈 这心疼从回来 嗯 我还挺享受我的状态 嗯 对这就是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嘛 每个人喜欢自己的选择就好 只不过是我作为一个站在世界外面的人 看这个世界的话 我会觉得 它会有点让人觉得难过 你是觉得我这样过得特别累是吗 嗯 我 我觉得你的很多观点真的很不错 谢谢你欣赏我 谢谢你欣赏我 会是给我一个 一个很新的视角 嗯 所以你 你一看你话多 我也就把嘴闭上 我就跟你讲 没什么不好的 但你 其实现在迎接的是很真实的我了 话多的我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 它是我的 就是积极社交面吧 嗯 所以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面 我也会有 很正常 反正我也很真实 我今天也很真实 我今天是一个喜欢避免冲突的人 嗯 我怕麻烦 我觉得有些 无所谓 比如说啊 嗯 比如说在音乐上 我这事是不能让步 嗯 对吧 但是在其他一些这些 观点上啊 聊天啊这些 我都无所谓的 所以 有分歧我会都尽量避免 但是你呢 我发现并不是 嗯 对 我是个攻击性很强的人 嗯 我很承认这一点 嗯 你既然发现了攻击性 为什么你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我接受我 嗯 我并没有觉得这事很不好 嗯 嗯 就是你看你也 你的观点我都 嗯同意 对 没错 是 嗯 就没有冲突啊 我之前还有说过就是 我永远对温柔束手就擒 嗯 但是当一个真正特别温柔的人 坐在我面前的时候 不知道 我会有些无措 哈哈哈哈 就是你在尽可能地向我敞开你自己 嗯 但是我确实就是 因为你的敞开要给我所保留 这件事情很不好 也很不对 嗯 比如说这一场 约会结束之后 你甚至都没有怎么 了解过我 嗯 嗯 这也不能这么说 哈哈 没有吗 我觉得对你了解 其实挺多的 比如说 嗯 起码在我的心里 对你是已经有一个 就是说模样出来 嗯 嗯 但是 还是那个观点 它只是一个感受 嗯 你让我具象化呢 很难 嗯 所以你会期待有下一次见面 嗯 我尊重你的观点 我 我 不要 不要听我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觉得是OK的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 我不拒绝一切的可能性 我觉得多接触是好的 你会对下次有期待吗 期待 嗯 嗯 会有 嗯 会有 嗯 嗯 不用告诉我期待的是什么 嗯 但是我还真的 嗯 我还挺想 就是 看能不能发生冲突 不 矛盾点 就是我觉得这样会 加深理解 因为只有在这些时候 你才能判断两人到底合不合得 其实 其实 其实今天已经有一些零星的冲突点了 嗯 但是我选择了把它收回来 嗯 就是 你很努力 很主动的在向我展示你自己 展开你自己 嗯 对 但是我心里面有一部分的声音在说 他为什么一直在说自己啊 对 这个问题我有意识到 嗯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 嗯 我其实不太爱去 就是说 打听 嗯 打破这种尴尬 打破沉默的时候 我只好去 说一些我聊一下的事情 我也不太打听 嗯 所以当你说到 两个人需要 细水长流慢慢沟通的时候 我就会选择收起我的方法和技巧 就在听你在讲 嗯 但是在听你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许我会有那么几个瞬间希望说 啊 他也许会问问 我的故事 他也许会对我感兴趣 对 因为对一个人感兴趣这件事情 是关系开展的来源 嗯 这是我的理解 嗯 如果就是真的对 嗯 对方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是会主动去分享 嗯 你这样讲 我就 我就是 我那个 有一点零星咒把的心 有被舒展开 就是我会觉得 嗯 我对你感兴趣 我会想让你多了解我一点 嗯 嗯 然后就是 这是其实是我向你打开的一个过程 嗯 嗯 但我不喜欢就是 你也不知道 对方对你的事 防备心理是什么样 你如果去主动去发问 我觉得是有点 嗯 咄咄逼人谈不上 但是确实会让对方说有些 嗯 可能不舒服吧 那你问了 可能在这样的场合 他又不太好意思说 不讲 嗯 就是 嗯 我给你讲了我了 对吧 我的故事 那你愿不愿意讲你的 是你的事情 我讲了我的 证明我想听你的故事 你如果愿意讲 OK 我们去交换故事 你这一点很巨蟹座 你知道巨蟹座的那个点是叫做 我付出是因为我想得到回应 嗯 我是个这样的人 嗯 嗯 所以今天其实就是 你用你很真实的一面去向我敞开 但是我多少还是有保留 这点是我的问题 确实我这个人没什么安全感 对 所以说他会藏得比较深 嗯 嗯 所以你是 所以这是你这个母胎单身这么多年的原因吗 对 所以你是最接近正确大家的那个人 对 是这个意思 我其实也觉得是这种相处的话 你其实相处慢慢相处相处 其实大家会慢慢表现一种最真实的自我 也许下一次会有些 不会我会真心地去想 也许会有下一次 嗯 往哪边走 对 我今天谢谢你的花啊 不用客气 对温柔的男生这儿我应该做的 透过每一个温柔的男性 是我终生的梦想目标 也没要来 也没要来 但是蛮好的 希望下一次我们都能放下一些包袱 你也放下你的包袱 你也让他们吃的 没事 屎好 糟糕 朱叔